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英国恐怖电影《曼德拉草》 曼德拉草是一种根成人形的植物 带有致幻性毒素 在ACGN作品中通常作为奇幻生物出现 传说它是由罪人的血液灌溉而成的诅咒生物 并且常与巫术产生关联 是巫师们制作魔药的常用材料 好了今天的故事正式开始 凯西是一名缓刑监督官 日常的工作就是与被释放出来的犯人打交道 不过他坚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得到救赎 因此对待他们从不存在任何的偏见 这天凯西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监督并帮助刚刚出狱的杀人犯血腥玛丽 原来20年前 玛丽的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宝 不仅将她打得半死 甚至还放火焚烧她 而玛丽侥幸活下来后 便用斧子砍死了丈夫 并由此入狱 不过因为玛丽喜欢捣鼓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咒和人偶 而焚烧又是消灭女巫的常见方式 并且玛丽经此大难依然能够存活 所以多年来 人们一直怀疑玛丽是一名女巫 当地也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恐怖传说 凯西在去玛丽家的路上 就碰到了两个孩子 想来看看传说中的女巫长什么样 但凯西立即将两人给赶走了 随后凯西来到了玛丽的家中 给她装上了监控追踪器 并约定了下次会面的时间 然而在此过程中 玛丽居然精准误误的说出了凯西过往的经历 这不禁令凯西大吃一惊 而另一边 凯西的前夫是一名警察 她与凯西离婚后组建了新的家庭 现任妻子已经怀孕 这天晚上 前夫突然接到了报警电话 白天凯西在路上碰到的那两个孩子 在玛丽家附近失踪了 于是前夫立即前往玛丽家调查 可一番搜寻后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第二天 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力 在玛丽家屋后的树林里进行了搜索 但仍然没有找到两个孩子的踪影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此过程中 警方发现了另一个名叫肖恩的男子的尸体 第二天警方继续搜寻 终于在树林的深处 发现了那两个孩子的尸体 只见他们双手交叠 眼皮上带着花板 像是在进行某种诡异的仪式 而得知此事后 两个孩子的家长认为 肯定是玛丽这个女巫害死了他们 于是立即前往玛丽的家 准备实时报复 然而一行人刚到门口 其中一人就不慎踩中了 玛丽设置的陷阱 被夹断了腿 这时凯西和前夫赶了过来 将家长们劝离 但面对陷阱 前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玛丽提前布置这一切 说明她早就料到会有人来 难道她正是杀害两个孩子的凶手 不过凯西认为 玛丽一直被人们当成女巫 所以设置几个自我保护的陷阱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会儿 其他人都离开后 凯西去和玛丽谈话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自己的身后 正有一个羊头人缓缓地靠近 不久后凯西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被玛丽囚禁在了一间暗室 此时玛丽亲口承认 这里正是自己囚禁 并杀害两个孩子的地方 至于那个羊头人 则是玛丽的私生子戴着面具 她是玛丽杀人的帮凶 随后玛丽和私生子 将凯西带到了一片沼泽前 逼迫她从里面 挖出了一只诡异的人偶 接着玛丽先是用人偶 为凯西举行了一场仪式 然后让私生子与凯西 进行了不可描述 第二天 凯西醒来后 趁玛丽不注意 偷偷地拨打了求救电话 但在慌乱间 她打给了自己 另一名缓刑监督对象 下一秒 玛丽便发现了凯西的举动 一把夺走了手机 然后将凯西关了起来 而那名缓刑监督对象 接到电话后 立刻联系了前夫 但前夫一直对犯人抱有偏见 不相信凯西遇到危险 会给监督对象打电话 所以直接就离开了 随后前夫去那个名叫 肖恩的男子家调查 结果发现 肖恩的邻居家的房门上 挂着一个诡异的符咒 与玛丽平时摆弄的那些 十分的相似 果然这个房间 正是玛丽的私生子 之前租住的房子 见状前夫大胆的推测 是私生子杀害了肖恩 以及那两个孩子 此时他也忽然意识到 凯西过去真的遇到了危险 于是前夫立刻赶往了玛丽的家 一问玛丽凯西在哪里 谁知正在这时 凯西的上司 突然从背后出现 给了前夫一刀 与此同时 凯西用尽全力 挣脱绳索逃了出去 而前夫跌跌撞撞的 追出屋后 玛丽也跟了出来 下一秒 前夫便陷入了 玛丽制造的幻象 把眼前之人 当成了自己 正怀着运的现任妻子 就这样 玛丽不费吹灰之力 用刀将前夫割了喉 给他发了份盒饭 而躲在不远处的凯西 看到这一幕 虽然绝望 但也无可奈何 只得转身 向树林里逃去 随后凯西的上司 从一旁走了出来 向玛丽表达了 自己的思念之情 原来他就是 玛丽的婚外情对象 也就是私生子的父亲 然而面对昔日的恋人 玛丽早已不负温情 直接冷冷地拒绝了他 并将刀递到了他的手上 随后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幻象 上次用这把刀割腕自杀了 而与此同时 凯西在树林里碰到了私生子 于是悄悄地从背后接近 用棍子撂倒了对方 晚上 两个被害孩子的家长 结伴来到了玛丽家的附近 正巧在树林里 发现了受伤的私生子 于是他们愤怒地 然后开始四处寻找玛丽的踪迹 但并没有任何发现 玛丽似乎人间蒸发了一般 画面一转 一段时间后 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玛丽 他们猜测 玛丽已经逃往了南方 确实 玛丽仍然在某处活跃着 准备施展自己的巫术 而凯西虽然已经进入了新生活 但依然时刻保持着警惕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 涛哥看完觉得有些一言难尽 画面黑乎乎的 情节也拉垮 整体上就是在岸岸里 加了一些巫术的元素 不知道导演究竟想表达什么 有种故弄玄虚之感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